县长林明珍会同立委马文君、议员廖文贤、仁爱乡代理乡长王元忠及多位乡民代表 在仁爱乡代表会召开仁爱乡头89县重大工程检讨会 并前往头49K处实地了解工程品质及听取头89县沿线部落居民代表的意见 县长林明珍会同立委马文君、议员廖文贤、仁爱乡代理乡长王元忠 以及多位乡民代表在仁爱乡民代表会召开仁爱乡头89县重大工程检讨会 并前往头49K实地了解工程品质以及听取头89县沿线部落居民代表意见 县长林明珍表示,头89县例行产业道路长期以来因为地质因素经常造成崩塌阻断交通 被称为全台最烂道路 县府为了改善头89县行车品质,让部落居民有安全回家的路 目前在49K经常性土石流灾害路段进行试验性工法 以货柜堆叠方式作为挡土墙,稳定边坡阻断土石流,改善交通中断急行 完工之后,如果能有效改善土石流灾害 再研议将此工法复制应用在其他大崩塌地 就来到仁爱乡来勘察力行产业道路 那么力行产业道路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瘫房处 我们先找一个来做实验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在找一个第一个瘫房处 我们用这个后柜,后柜来把它做类似挡土墙这样 把它攔起来,不要让土石再一直瘫房下来 那么上方的部分,我们就用钢壺打进去四公尺之身 然后就外面再铺钢丝王,把它铺起来 让那小块的翠属不要再一直留下来 这样的话可以把整个边坡保护起来 那么钢丝王固定之后,我们再撒一些草种 把它撒进去让它固定 我想第一个我们就来这样来做实验 如果能够顺利成功的话 那么其他进去的几个大瘫房处 我们也可以考虑这样来做处理 马力伟表示,例行产业道路是沿线部落长期的痛 在林县长积极改善下 近年来道路品质大幅改善 目前也积极针对经常吸引土石流崩塌路段进行改善 未来将会持续协助县府 争取经费改善本县道路品质 我们历经产业道路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人爱乡这个道路 很严重的痛 不过在林明珍县长他担任县长以来 不断的我们从中央争取很多的经费 那县府也投入很多的经费 做很多的改善 尤其这49K的地方其实是比较不容易稳定的一个路段 那现在从下边坡上还有我们的山坡这边都用不同的工法 希望来做一些处理 如果说可以成功的话有很多沿线到时候比较不容易稳定的地方 都可以靠这样的工法来做改善 我想对整个人爱乡的一个道路会提供更安全的一个通行的环境 尤其现在是农忙的季节 很多的代表村长还有很多的农民都在乘勤 所以县长今天也跟相关单位还有我们的议员 县长共同来参加这个协调会 我们希望在因为虽然最近雨下的很多 所以对工期也造成很多的影响 县长也特别指示希望可以在整个施工的过程上面来加紧赶工 希望一个月内就可以把它完成 可以让我们的农民在通行或者在采收的部分 不会受到影响 议员绕文贤及部落代表 对于林县长积极改善例行产业道路 以及重视名义表达高度肯定 同时期待在县福团队的努力下 未来回家的路更安全顺畅 到49K这个地方实地来探勘 县长有做一个指示 希望用特殊的工法来把它改善 最重要的就是来协调从历行到确软这方面的整个施工 造成我们这个农民不变的地方 县长有特别指示 希望在一个月内 希望能够从历行到确软这一段五公里的路程 能够前面的来改善完成 在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 相信我们这原先的这个八个部落村民 大家都希望能够忍耐一下 造成不变的地方 相信这个一个月以后 就能够提供大家一个非常安全 而且农产品都能够安全的运输的这个道路 在这里特别感谢县长 对我们两岸乡的关注 公务处表示 46K民隧道工程部分原定两阶段 各需20厘天 但因为目前正值秋茶采收时节 部落居民担忧影响产业采收制作 希望能够缩短工期 经过协调厂商之后 确定增加水泥车车次 分别缩短两周内 将此约5公里的路段铺设完毕 让八个部落有安全屏幕的通行道路 记者赛世奇仁爱乡采访报道